大家好 我是杰心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one and other others的用法的第二支影片 叫做another 上次我们讲的是one的影片 没有看到可以先看一下 another的话呢 这个字可以当限定词 什么叫限定词 就是形容词的意思 它是一个文法的用词 它后面可以加单数的名词 因为名词有分单数跟负数 可数跟不可数 不是啦 有分可数跟不可数 可数的话有分单数跟负数 可数的话呢 单数就是一个 它可以表示再来一个 比方说你来我们家做客 我已经拿了一杯饮料给你喝 可是夏天很乐对不对 喝完了 问你要不要再来一个饮料 Would you like another drink? 这边的dream 是把它当作是可数的名词了 These cookies are delicious Can I have another one? 做了一些饼干 你觉得很好吃 你要再来一片 这个one指的就是cookie 好 那another 除了表示再一个之外 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它讲说一个不同的 好 我们每天中午都去同样的 那一家餐厅吃好腻啊 怎么办? Let's go to another restaurant for a change 好 我们去一家不同的餐厅 来做一下改变吧 这样子 好 你去服饰店的时候 欸 看这衣服 欸 蛮喜欢的 可是衬衫有点脏欸 可是你怎么办? 就请服务生 不是请服务生 我也给用什么 不是餐厅了 是 店员 好 帮你拿另外一件 这时候你就会说 Oh this shirt is dirty Do you have another one? 好 这个one指的就是什么? shirt 这样子 好 这是another 当限定词的用法 好 限定词是行动词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可以当代名词 好 代名词就是它本身 就当作一个名词来用 好 限定词的时候 加可数的单数名词 也可以加one 好 但是加one 就不要再加一个 另外一个名词了 因为one就是那个名词了 好 那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 来解释给大家听 Would you like an author drink? 那你要不要再来一个饮料? 好 那这个another 它可以当代名词 这样子就代表another drink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drink 可以用one代替 对不对? Would you like another one? 但是千要万不要说 Would you like another one drink? 不行 这个one跟dream重复了 所以只有这三个句子是对的 最后一个是错的 好 那你说another 是一个对不对? 可是万一是负数的时候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马铃薯都很大顆 国外有那种小颗的马铃薯 好 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很小小的一颗这样子 所以你吃完一颗之后 可能呢 那个 你去别人家做客 然后问你说 Would you like another potato? 你要不要再来一颗马铃薯? 这样子 好 可是你在吃櫻桃 好 我要拿櫻桃给你吃 我不会说 你要不要再来一颗櫻桃 好小气喔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herry? 好 这个句子是对的 可是我应该会抓一把给你 对不对? 这时候我不能说another 这个时候 复数的我们用more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cherries? 好 那肉也是一样 肉类的不可数 这时候我就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meat? 记得 不可数跟复数 请你用more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接下来这个是other AZAR这本书 其实有在教的这个文法 这本书的第六课的代名词里面 讲到的another的用法 好 很多同学搞不太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先复习一下 刚刚讲的another 后面可以加单数名词 another后面可以加one another也可以当代名词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来讲 同一类的群组当中 好 除了先前提过的那一个 跟那一些之外 再一个 好 在课本里面的图示里面呢 就是Peter have an apple 他有一个苹果 好 旁边再有一颗 another apple another apple another apple 后面有很多很多很多颗 所以再一颗再一颗 就是another 这样子 好 那another就是an 加other 一颗另外的 另外的一颗苹果 好 但是这是有限制的 等一下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限制法 好 彩虹有几个颜色 彩虹有七个颜色 对不对 there are seven colors in the rainbow 好 彩虹有七个颜色 one is red 一个是红色 那再来呢 another is orange 好 另外一个是橘色 好 那这个时候呢 another color is orange 这个another color 就是我们讲another加单数名词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了 another这个color 我们可以用one代替color 好 还有我们讲another 可以当代名词 所以你也可以说another is orange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前面讲了一个 对不对 one is red 我们也可以讲说 oh there are seven colors in the rainbow some of them are red orange yellow another is green 好 还有一个是绿色 好 那我可不可以再还有一个下去啊 红橙黄绿蓝电子 蓝 好 我也可以说another is blue 还有一个是蓝色 another is indigo 好 红橙黄绿蓝电子 最后一个不行 好 最后一个我要讲了 等一下要讲了 最后一个不能再another了 为什么呢 在这边 好 在英文的话呢 other others the other the others 这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用法 我们来一个一个加 那other这个字 它可以当限定词 也就是形容词 后面可以加单数 复数 名词都可以 也可以当代名词 others 这个字 它只可以当代名词用 不可以当限定词 好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解释 表示单数的特定的 好 特定的就是特定的那一个 只有一个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the other the other one one就相当于这个名词 the other 它当代名词了 所以呢 就是一个特定的同类群组当中的 最后一个 剩下的那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用the 来表示限定 好 所以在课本里面的话 他是Peter有一个苹果 one apple 另外一颗苹果剩下的那一颗 就叫做the other apple 这样子 好 那我用手 我喜欢用手来解释 I have two hands 好 一般人都有两只手 我知道有些人会有那种三只手 好 没有 大部分都有两只手 所以one is my left hand 一只是我的左手 那是不是只剩下一只 the other is my right hand 另外一只就是我的右手 所以这个the other 就是剩下的最后那一只 那你说这边可不可以用another 不行 后面没有了 就是只有这一只剩下的那一只 我们用the 来表示限定 好 I have two hands one is my left hand the other one is my right hand 所以一只是左手 另外一只是右手 那刚刚这边是the other hand 所以我这边可以改成the other one one指的就是hand 那再来我可以用the other 这个the other是代名词 就来代替hand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到彩虹咯 刚刚讲到彩虹有七个颜色 there are seven colors in the rainbow some of them are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好 当我们讲another的时候只有一个 而且是我后面还有好几个的时候 我才可以用another 所以我可以说another is blue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颜色 还有两个颜色 所以我可以说another is indial 最后是不是剩下一个是紫色 对不对 剩下最后一个颜色 我们就要用the other the other is violet 好 你说为什么不是purple 对不起 英文就是这样 他的紫色这个时候 用紫罗兰的这个violet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样有懂了吗 就是another就是再一个再一个 后面还有 后面没有剩下 它是最后一个的手 你就用the other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 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 好 一根是什么 one is the thumb b for my thumb 就是拇指 another 诶 怎么没有意思对不起 another is the index finger index finger就是食指 直入了那个食指 好 后面是还有 another is the middle finger 不能随便乱笔 会出麻烦的 好 那后面是不是还有两支 所以another is the ring finger 再来的话是这个 戴戒指的 这个叫做无名字 好 最后一根就是 the other is the little finger so 我这边可能要界定一下 好 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 there are five fingers in 我写一下好了 there are five fingers in one in a hand in one hand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样子 有没有一点了解了 就是这个 one and other 跟the other的用法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下 翻译的练习 就是课本里面的题目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做个翻译练习 世界上有很多种类的动物 怎么讲 像很多种类的动物 there are 好 很多种类 many kinds of animals in the world 好 一种是老虎 one is 这边它用one kind 一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one kind is 好 这边的话呢 好 他是把 我们用tiger好了 the加上那个 the加上动物可以当作全体 the tiger is one kind 老虎是一种 好 這個时候呢 我们说其他的 其他的另外一种 或者呢 我可以说 the tiger is one kind 我也可以说 one kind is an tiger 是二 one kind is a tiger 好 另外一种 an other 或an other one 或an other kind 都可以 好 我用an other kind an other kind 是 a lion 好 狮子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是熊猫 好 这个时候我直接用an other is 什么 panda 好 这个时候只有一 这个时候我们用2 来代表的话 an other is panda 好 你说这边不能用the other 吗 绝对不行 为什么 世界上还有很多动物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拿另外一种 an other kind 可以 an other kind another 都可以 它就会这样一直一直下去 好 除非你说什么是用the other 我数到全世界的动物 我全部都能数光了 最后一种才是 好 那你看一下这里喔 法国的国旗 好 有三种颜色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它只有三种 是可以数得完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好 或者是 an other one 或者是 an other 都可以 好 我们用 another 好了 another color 好了 is white 好 它是不是只有三种颜色 所以最后一种我就不能用an other了 我就要用the other color 或者the other也可以 is blue 就这样子 好 那今天这个部分就讲到这样 希望大家对于an other跟the other 有更清楚的了解 那下一次我们会讲others跟the others 好 它其实你前面懂了 后面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来会有做一些练习题 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的 那今天的文法就看到这边 好 希望大家觉得实用 喜欢的话帮解写按个赞 解写有脸书blog 跟youtube频道 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